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知,在此前面对日本的比赛当中呢 因为中国香港男主啊,全体成员几乎呢也都没有唱国歌 这种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球迷的批评 所以就在最新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 那么中国香港队的成员呢也是用他们的行为呢 非常暖心的回应了此前外界的批评 让我们球迷呢非常感动的 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上案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压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中国香港男主的球迷看到,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目前呢,男主的东亚杯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虽然说女主的比赛已经结束 但是男主的比赛还在继续的追逐 那么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在最新的一系列比赛当中呢 中国香港男主不仅是取得两连败 而且呢整体的一个在比赛前所做的一些行为呢 也引起了外界球迷的热议 首先呢在第一场节目战去面对日本男主的比赛当中呢 当时香港男主是非常遗憾输掉的比赛 而且在赛前呢,因为在周唱国歌的环节呢 他们没有跟着唱国歌呢,沉默不语这种行为呢 也让有一些球迷认为呢是非常不妥 就认为呢他们还是应该在这个庄严的环节呢去配合 进行做一些呢非常好的一些仪式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啊 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些讨论之后呢 就在最近中国香港男主也迎来了他们第二场比赛 面对韩国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最终呢 香港男主也是因为实力啊比不上对手的话 非常遗憾输掉的比赛 但是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 咒唱国歌的环节呢 中国香港男主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仪式 以及呢动作 让我们很多球迷呢真的是对他们刮目相看 树然其境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那场比赛的一个进行仪式的情况 那么当时呢在整体啊国歌咒唱响起之后的话 中国香港这边的队员呢 他们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暖心的动作 把他们的手呢放在了前胸的一个灰钱 也就是做出一个敬意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也知道观看比赛的球迷应该非常了解呢 这种动作就是表示自己对国旗以及国歌的一个尊重 用这样的一个仪式呢来去尊重 这样的一个非常啊庄重的一个活动和仪式 那么确实看得出来呢他们这一次非常用心的 所以很多球迷在看到这个细节之后呢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就认为呢他们可能在此前只是不了解其中那些细节而已 那么在这一次真正啊收到大家的一些指点之后呢 中国香港男主也是吃错就改 能够在这一次及时纠正他们的问题 而且最终的用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表达我们对国歌的一个敬意呢 其实确实呢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中国香港男主而言呢 只要他们呢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懂得这种家国意识呢 后续的话我们相信有更多的球迷也会去支持他们 虽然说整体因为实力不是特别强大呢 面对日韩这些对手呢很难取得胜利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整体的拼搏精神 我们从中国香港男主他们的身上呢一方面看到了拼搏精神 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了他们呢懂得尊重我们家国情怀 尊重我们国旗国歌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 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欣慰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呢也希望中国香港男主在后续的旅程当中 能够继续加油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 也希望他们呢随时随地都不要忘了自己的跟在哪里 希望他们呢在将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也能够为祖国呢争夺荣誉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